想来泰国一边工作一边生活 想来泰国当中文老师 教中文这份工作怎么样呢 薪资待遇怎么样 和国内比起来 我值不值得来到泰国 这么远赴海外的来工作生活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泰国曼谷教书的董董老师 那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在泰国工作的一些生活 在这边教中文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这些视频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说在泰国当中文老师 他的薪资待遇怎么样 他工资高不高这样子 那这个情景呢 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总结 那以及我朋友的一些 他们在其他学校的 这样的一些交流 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 也不是说绝对的 那总体来说 这个工资待遇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都是固定的 就是我们知道这边 他们学校有外教 那我们中文老师也属于外教 他们外教有什么呢 最高的就是欧美外教 纯欧美人 他们护照就是美国国籍 英国国籍 澳洲国籍的 纯英美的 他们工资最高的 那比如说 他们在那个国际学校的话呢 基本上能够达到 五万泰铢 六万泰铢 这样子 差不多一万块人民币 这样子吧 那应该是比较高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菲律宾老师 菲律宾老师呢 在一些学校呢 是当那种科目 比如说科学 生物化学科目 因为他们全都是英文上课的嘛 不是用泰语啊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们的英语还是OK的 那他们基本上是三万泰铢这样子啊 然后大家不要关心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能教什么 有人问我说 可不可以来这边教英文啊 基本上我们只能教中文啊 可能有极少数的学校呢 可以去教英文啊 但是大多数的 我们知道的啊 我们中国人过来的话 基本上只能做中文老师这样子啊 就是native speaker嘛 我们是母语为中文的中文老师啊 那他的待遇怎么样 大家很关心啊 基本上呢 普通的学校啊 普通的学校在两万泰铢左右 就四千块啊 然后呢就是两万五啊 四千块这个是太低了 现在基本上有些学校招聘的啊 还是两万铢啊 但是有人去嘛 有人去他就不会涨价了啊 就没办法 然后呢就是两万五泰铢 基本上是这样子啊 那一些国际学校啊 比如说一些新加坡国际学校啊 美国国际学校啊 他也是分档次的啊 就好一点的国际学校和 差不多的国际学校 差不多国际学校差不多是 3.5万泰铢啊 我之前朋友呢 在一个新加坡国际学校 3.5万泰铢 他也他已经包括一些仓补啊什么 如果说你是研究生啊 他可能还有一个学历的补贴啊 当然还有什么住房补贴 如果说他那个学校没有那个住宿的话啊 还有吃饭的补贴啊 加钱可能就是3.8万这样子啊 差不多七八千这样子吧 然后再好一点呢 可能就4万铢 5万铢也有啊 但是那种国际学校要求比较高 你的英语交流水平 要和母语一样啊 因为他们那种学校的外交都是欧美人 可能老板经理都是欧美人 所以说一定要畅通无阻 然后和家长交流呢 也是要用英文去交流啊 所以要求比较高啊 我之前有一个认识的啊 他是在美国国际学校啊 工资挺高的哈 但是经常看见他发那个状态啊 就是加班啊 写一些评语啊 用英文就是还是蛮累的哈 但是也挺锻炼的啊 就看你自己 就因为有些小伙伴呢 就过来就想体验生活嘛 一边工作一边旅游啊 对这个工资的要求 并没有说很高 那可能就是普通一点的学校啊 公立学校的稍微呢 就是啊好一点哈 公立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是国家的嘛 政府给你发钱 没有那么多的工薪斗角 有人问我说在这个泰国工作啊 学校里啊 是不是没有工薪斗角啊 这个也很难说 我觉得还是抗人啊 你遇到了也会有啊 也会有 然后但是大总体情况之下呢 没有国内那么卷啊 基本上没有卷 如果真的卷的话 泰国人不会卷你 只有我们自己中国人 卷自己中国人啊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要稍微注意啊 就是有些学校的话呢 如果说公立学校 可能只有一个中文老师 那还好说 如果有一两个三四个中文老师啊 如果心不齐的话 那就非常的糟糕 因为我有朋友遇见过这种情况啊 这个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之前也说过啊 就是很有意思啊 我们出国了 就是最好呢 还是有一两个知心好友就好了 就是还是要 害人知心不可有 防人知心不可无 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 我们面对其他人 就微笑就可以啊 没有人会主动说 什么什么 这个有点偏眼了 今天只要是和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工资待遇啊 那有人说就是说 哎呀这么低的工资 来这一边啊 不值得呀啊 那就是因为他这个物价呢 还OK啊 我觉得的话呢 对我自己来说啊 我自己是有剩余的 一个月差不多用一万太猪左右啊 因为平时在学校 星期一到星期五啊 就吃饭啊 就差不多五六百猪这样子 然后周末呢 去放店里吃啊 去吃中餐这样子啊 然后去做个按摩啊 有的时候出去玩 放假 假期比较多嘛 这个消费能力看你自己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 有些人以前 啊不 说我胡说八道啊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 不知道 以前这些老师都是这样的一个开销啊 反正这个看你自己了啊 你自己有多少 啊 金 金子啊 那你就花多少钱就可以了呗啊 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东西 是一个伪命体啊 没有什么好争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看你自己 觉得值不值得啊 要不要来体验 因为如果你过来的话 可能如果说你国内放弃了 七八千上半的工作 来这边啊 突然就工资低了很多啊 那你觉得值得吗 或者说啊 我刚毕业 想过来做一个grab业啊 一边旅游一边放松 那以后呢 可能不做中文老师啊 可能有其他发展啊 学好太语了 去做其他的事情 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啊 那以后再和大家谈谈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这边做中文老师啊 还有哪些兼职可以做啊 还可以怎么样的去发现探索生活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以后呢 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智待遇怎么样呢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